流量小鲜肉内 然后就认为他们都不会演戏 对对对 这就是一个奇怪的 其实这个是社会上有另一种 就属于一棍子打死 我自己觉得其实是不正常的 对呀 谁不是小鲜肉成长起来 其实呢 每一代人里 都要会演戏的不会演戏的 老戏骨一定是小鲜肉成长起来 相信大家一说到好的电视剧和电影 不光会想到演员的演技 还会想到背后默默努力和坚持的导演吧 对于冯小刚 陈凯歌 张艺谋等这些好的导演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 这些知名的导演制作了许多著名的电影和电视剧 接下来小编要说的是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 那就是张艺谋导演 一次偶然的机会 张艺谋接触了摄影 就像火星撞到地球 牛顿看到苹果 张艺谋一接触摄影就非常喜爱 为此 张艺谋花了好几年的积蓄买了一台照相机 为了学习摄影 张艺谋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 但学院觉得他年纪太大了 把他拒之门外 在吃了闭门羹后 张艺谋并没有放弃 而是想办法找到了文化部部长 部长看到他的作品后 非常喜欢 出于爱护人才的心理 部长亲自出面与学院协商 通过协商 张艺谋最终被北电录取了 当时摄影系最大就是到22岁 我已经接近28岁了 27岁多了 所以完全超零了 所以考不了 也是我的同事给我出读 说你可以申诉呀 你可以写信呀 你超零这个问题 也不是个人原因啊 你可以把你的作品寄给文化部长 当时的文化部长的特别批示 所以就破格录取了张艺谋 他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在学校非常努力 毕业之后 张艺谋做了一个摄影师 但他的目标远不止这样 1984年 张艺谋担任电影 一个和八个的摄影师 以大胆的构图 独特的镜头获得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奖 之后又独立担任电影 黄土地摄影 以独特的造型充分展现出黄土的魂谱和壮美 并获得金鸡奖最佳摄影 法国南特三大洲国家电影节最佳摄影 和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优秀制片技术奖 成为国际一线摄影师 后来被导演吴天明一眼看中 张艺谋成为了老景 这部电影的男主 饰演孙旺权这个角色 凭借这个角色 37岁的张艺谋连续掌获金鸡 百花奖 以及东京国际电影节的影帝 成为国内第一个获得国际A级电影节影帝的人 1987年 张艺谋再次转型 担任导演执导第一部电影《红高亮》 这部电影也让张艺谋一跃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导演 而在之后张艺谋已不负众望 拍摄出了一部又一部快制人口的影片 比方说《十面埋伏》 《金灵十三差》 《秋菊打官司》等等诸多作品 即使在现在看来也是十分经典的影视剧作品 而凭借这些电影 张艺谋更是收获了数不清的奖项 更是捧出了不少谋女郎 而作为导演 张艺谋也一直被人们好奇 在他心中 到底谁才是最好的演员 对此 张艺谋也是十分坦率 他直接说出两个人名 陈道明和巩俐 陈道明和巩俐 无疑是中国目前最好的演员 而观众对这个答案也是十分满意 不得不说 张艺谋的眼光十分毒辣 对于陈道明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 这是一位老戏骨了 是全国一流演员 他出演了无数的电视剧和电影 唐山大地震和建国伟业等许多著名电影 陈道明的演技一向都是得到大家的认可 他对表演的严谨态度也深受网民们称赞 吃的苦头是不少 吃的苦头不少 但是你这演员应该承受你职业部分 你说什么叫苦头呢 那就是你干这个的 我不觉得他是苦的 那就是应该是去做 而巩俐就更不用说了 无论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近些年 他都为观众们贡献出了很多优秀的影视作品 在整个中国电影史上历代女演员里地位都无法撼动的 他和张艺谋合作了很多部电影 这些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也都有着很高的地位 人们说张艺谋和巩俐是互相成就的导演和演员 两人甚至还曾经因戏生情 张艺谋成为了中国顶级导演 而巩俐也成为了中国顶级女演员 可惜这两人的感情没有走到最后 但尽管没有了爱情 他们却依然是最默契的一对搭档 到今天你觉得他的变化是什么 成熟 他真的是演技不说了 我在外头就夸他说炉火纯青了 收放自如 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他成熟了 这次能够公平客观地说出这个名字 也是令人钦佩的 也从侧面反映出 在他心中确实是这样想的 和陈道明和巩俐相比 现在的小鲜肉确实有很多不足 希望小鲜肉们能以他们两个为榜样 好好修炼演技 也要知道光靠外貌在娱乐圈是走不长久的 毕竟娱乐圈从不缺美女帅哥 ボタban的主待 在一个小鲜肉里面